今天談到醫師在看診的時候 常常會做一些檢測 但這些檢測看起來 好像跟病情沒有什麼關係 而且這些看似開玩笑的檢查 可能引起病人的誤會 對診斷的病情真的有幫助嗎 今天來聽聽看醫師來怎麼說的 有沒有搞錯啊 醫師到底在檢查些什麼呢 我舉個例就子宮內膜異味 有一個女生 她其實有性癌的 她說她懷疑子宮內膜異味 那她為什麼 她說她經痛每個月會痛兩三天 那而且現在痛 也比過去的幾年更痛 她覺得是應該有像 那月經來也會拉肚子也有像 她在外面檢查過 抽血CA125是正常 她說這一點又不太像 那超音波做過了 裡面沒有腫瘤 我說可是那是巧克力囊腫 就子宮內膜異味流的時候 才照得到 如果是點狀的內膜異味照不到 那我就說好 那我檢查一下 內疹我也摸不到 我說沒有呢 我說那你嘴巴要打開 她說幹嘛 我說你打開一下 我要從肛門下 嚇人啊 來護採哥 又不是去大腸直腸科 不是不是不是 檢查肛門的 我說不不不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這個構造 通常就是說 這個陰道後方是 是那個就是 直腸肛門 肛門然後直腸 那麼上面是乙狀結腸 那可是人體構造是這樣子 子宮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乙狀結腸 那下面直腸 這個地方叫做陰道 叫做子宮直腸凹陷 凹陷的地方就是回 那個父母這樣回去 那這個凹陷的地方 就從這肛門子的時候 剛好可以摸到這個凹陷的地方 結果這個就是子宮內膜異味 摸得到啊 對摸得到 你技巧好的 你都可以摸到 那個點狀大概 0.1公分 0.2公分 0.3公分就摸出來 一粒一粒的 那醫生有經驗的 很多副長醫生有經驗 他都摸得到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這裡也摸到 但是摸到的是 這裡的內膜異味 就我們稱為後窮龍 後窮龍這裡有黑點 這也是子宮內膜異味 你子宮內膜異味 可以跑到很多地方 是 甚至可以跑到鼻腔 跑到鼻腔 跑到鼻腔 所以每個月一進來都流鼻血 蛤 對啊 你現在是在開玩笑嗎 跑到肺的話都會咳血 每個月都會咳血 你看人家真的在診斷 你們看似開玩笑 對 這樣開玩笑 一直流血 每個月都流鼻血 對 他就是因為 你某異味在鼻腔 所以那是精血不是鼻血 就是精血啊 每個月都排精血在這裡啊 很多都見過啊 都有 內膜異味可以跑很多地方 但是跑在鼻盆腔的站也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他跟我說 什麼鋼疹 拜託沒有別的方法 他說還剩一個方法 因為你病死有相 抽血不太沒有什麼證據 那超音波也找不出名堂出來 內疹也沒有 還說什麼方法 我說 開三個小洞啊 附槍鏡 挖三個東西看 他說蛤 挖三個東西看 那不要 我說當然也不要 我沒有叫你這樣做啊 對 我再一個方法就是說替代的方案 這樣檢查就剛好檢查到嘛 那如果還是沒有的話 也許我們會跟他說 目前證據不足 我們再追蹤看看 也許過半年過一年再看看 那所以 不要想說 有性經驗的一定是內疹 就替代全 能夠做所有的檢查 不見得啦 那甚至那個 子宮頸癌 我們子宮頸癌病人 我們要分期 他是臨床判斷是第幾期的 跟子宮內膜癌 卵巢癌不一樣 他是手術後才判斷第幾期 那子宮頸癌是速前 就要決定第幾期的 那這個時候 腹癌的醫生 就是像我們這種人 都會知道說 必須還要做肛診 因為他要知道 子宮頸的側面 如果有的話 立刻跳到第二期了 那這個時候 從這裡其實摸不清楚 都會從肛門再摸 那手在這邊壓著兩邊 有沒有 有的話就會說 你進入第二期了 那第二期B 就進入第二期B 第二期B 就第二期B 如果跑到印道頂端 叫第二期A 那這個治療方法 就不一樣了 第二期B以後 我們就跟他說 你可能不適合開刀了 你要做放了畫了 那說第二期A以前 我們就跟你說 你可以開刀 所以這種檢查變成說 我們要了解說 醫生要做這個檢查 有他的道理 當然比較不懂 我們會跟他說明 最近有個報導說 說這個女生說 為什麼 月經沒有來 跑來婦產生 他說捏我的乳頭幹什麼 我說 怎麼月經沒有來捏乳頭的 這醫生其實沒有錯 不但捏乳頭 有時候我們要推乳 我們要幫他用力的捏乳房 為什麼 因為懷疑他 他幫他抽血的話 高出一些些 就跟他說 他說你有沒有蜜乳汁 就是說我沒有生孩子 有沒有懷疑怎麼排乳汁 他說就是 所以問你有沒有 他說沒有 醫生說我簡單看 陰咧有時候有 有時候還是沒有 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把乳房推看看 發現還是有 就是說你看嘛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這個是為了印證他的抽血 因為他抽血可能只高一點點 不是太明顯的 醫生就會做 如果他已經有蜜乳汁 就是我們一般就不 不再需要檢查 如果他知道的話 就不需要 他們乳汁都已經排出 我們就不再需要檢查 好害羞喔這個 第二名聽見就是 有的女生可能就不知道這個點 對 而且想說我檢查不是 沒有液晶來 你給我抽個血以後 說要捏乳頭 這什麼意思啊 那其實那醫生完全沒有錯 除了這個蜜乳素膏以外 他還可能 腦筋長東西啊 所以我們 乳房外科 還開一個電腦斷層掃描 叫他去照腦部啊 這個病人才覺得奇怪 我來看乳房怎麼 從看到腦袋去 你怎麼看到腦袋去啊 你怎麼變成神經外科 結果他這個乳房其實蜜乳素高 對 高蜜乳素激素的話 如果超過100以上 我們都會這樣要查那個 查一下腦筋公正 那個磁症噪影 通常這個腦袋垂底長一個瘤 那這些瘤的話 就是小的瘤用藥物治療 大的瘤用從這裡手術 就可以抗耐掉 那這時候是 他分泌的是乳汁啦 不是那個血啦 如果血的話就要想到乳癌了 我是生完小孩兩年以後 我就還是覺得 胸部脹脹的 然後因為 之前生小孩之前 我有那種纖維囊腫 所以我想說回診給那個 乳房外科醫生看一下我的 照一下胸部X光 或是超音波好了 因為種種脹脹 想說纖維囊腫 是不是變大變多還怎麼樣 結果也是一到那個 胸部那個外科外診 坐下來然後那個醫生 就叫我把衣服脫掉 然後就開始捏我乳頭 我那時候已經生完兩年了 而且我哺乳只有哺乳半年 我那時候已經完全 月經都來啦 什麼都很正常 但他捏我乳頭 我竟然還有乳汁欸 然後後來他捏完以後 他才說那你要照一下超音波 然後照超音波 才發覺我的乳腺 根本還沒有恢復 然後醫生就說 其實呢生完小孩三年內 你乳房 這個很常見 對就是還是有 但是媽媽都不知道 因為媽媽都已經覺得 我都已經收奶兩年了 怎麼還會有分泌物 然後還有一次的經驗是 我就是上廁所上大號的時候 有血便 然後那時候心裡就很著急 然後就請我妹妹陪我去大醫院 掛號那個什麼直腸外科 什麼大腸的 去看了那個直腸外科後 然後我就說 我想就是知道為什麼 我是不是 怎麼會有血便 怕有什麼大腸癌 或什麼前期 是不是要照一下 然後醫生就說 好那你躺到那邊去 然後呢我就躺下來 想說欸衣服差不多撩起來 可能是要照一下超音波 或是幹嘛的 然後醫生說 欸衣服翻下來翻下來 那褲子脫掉 我想說蛤褲子脫掉 然後護士就幫我 把那個簾子拉起來 然後就脫褲子 脫完褲子我還是這樣躺著嘛 然後那醫生進來 醫生就說 你轉過去轉過去 背對我拱起來 拱起來屁股抄我 然後我想褲子脫掉 然後我還拱起來 然後那時候也 不好意思說什麼 因為護士跟醫生 動作都非常的迅速 然後醫生就回頭 看我看一下說 這是你的誰 我就說我妹妹 你妹妹等一下也要坐 妹妹先去跑 在旁邊拔骨子 妹妹拔骨子 很整嗎 然後我妹講說 欸怎麼關我什麼事 我就跟她看 然後我就這樣子脫著褲子 想看姐妹 然後屁股這樣撅著 然後醫生就 蹲在我的菊花後面 就是看我的菊花 她就戴手套 然後結果手就是 你知道就弄我的菊花 然後弄完之後 然後醫生就說 好 醫生就說 換妹妹 然後我妹妹就 然後我妹妹又上又那個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 都是很害羞的弄完以後 我們想說 我們兩個怎麼回事 本來想抱頭痛哭 後來想說 後來那個醫生就說 你這個應該跟你的 大腸直腸沒有關係 他說你大便會有血便 應該是你跟你妹妹 都有一個症狀 就是你們的 他說你們的肛門很小 你們兩個肛門都偏小 所以你們只要稍微遇到那個 糞便 只要稍微粗一點 或是頭硬一點 你們就很容易流血 他說不相信你回去 問你爸爸或媽媽 他們的肛門是不是比較小 因為醫生就在看面相 所以我想說 為什麼好意思問我爸爸說 你肛門也不會 妳是不是看命理師是不是 對啊 不是啊 然後他就說我們是家族 然後他就也說 也不是我大腸直腸的關係 他就說 你只要遇到硬一點的 那個糞便都會這樣 他就開那種 軟便的 就叫我這樣擦一下 這也不是痔瘡了 不是 這個病人比較特別 他是一個40歲的男生 然後已經結婚 前面有小孩 他就覺得 為什麼這幾 這兩個禮拜 射精都有血 他說 第一次想說 應該也還好 想說可能沒什麼事情 第二次他就說 那不行不行 我會不會死掉之類的 他說好那我就去 密要肛門診看 看了之後就引他 先去驗小便 小便沒有問題 幫他做外生殖器的檢查 也沒有問題 趕完摸起來都沒有問題 那時候我就說 那你要脫褲子 我要幫你做肛門執診 他說 醫生我不是前面有血嗎 為什麼你又要幫我做肛門執診 我才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的精液有血 其實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可能是處肌膽發炎 或是攝護腺發炎 甚至是攝護腺癌 都有可能會有精液有血的問題 所以他還請他做肛診 那還好做完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把他抽血 他的那個攝護腺的特定抗原 PSA也是正常的 所以後來我們的結論是 他應該只是一個 處肌膽發炎 所以後來開一個敗的抗生素 吃完就好了 因為以前當兵 我們的衣服都是統一送洗 然後所以我們都是 衣服 褲子 襪子 全部都內褲一起送洗 結果後來我當兵沒多久之後 我就發現到開始 我這兩邊奇怪 晚上睡覺的時候都特別的癮癢 然後有時候 有一次就是不小心太癢了 一抓然後又很累 一直這樣一抓抓抓 就會抓抓抓 發現抓抓就濕了 抓到流血 組織液都流血 我不知道 然後反正我就拿起來看 我整個都是血液太癢了 所以後來我發現 我一開始這邊 兩邊兩側皮膚開始變得很黑 我一直到退伍之後 我才去給皮膚科醫生看 因為那醫生是一個美女 然後氣質非常好 然後那時候我去看 因為要檢查 然後我還特別穿短褲去 因為他說要看我這個症狀到底怎麼樣 我就這樣撩撩撩 撩撩撩撩 兩邊這樣給他看 他說 你不麻煩嗎 我說很麻煩 他說那你會把褲子脫下來 我說蛤 要脫褲子啊 我說太兇 我就說可是旁邊還有褲子 然後褲子臉色比較大 我說 阿姨會剪刀不要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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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說他看很多了 你不用擔心 我說喔 好 結果他會把褲子脫下來 他就拿 他拿一個紙餅 這邊跟我那邊弄 挑開來 對 很尷尬 然後就跳跳跳 然後就跳跳跳 然後轉身 我說幹嘛 我說前面 他說你後面可能也會有 我說 他就那邊看看 他看一看 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確定是那個什麼骨癩 就是那個什麼 濕疹 不算濕疹 就算是那種 美菌感染 美菌感染 然後他說那你 他就先開一張單子 叫我先轉 轉到那個去看那個肝跟肾 我說 我看皮膚科 因為皮膚科 我一直想說皮膚科它是外科 可能只要抹藥 可能就會好 可是他叫我先去檢查其他的內臟 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去檢查內臟 我不太懂 他說你先去檢查 檢查回來之後 我看報告 我再給你講 所以後來我就先轉 然後到別的地方先去抽血做檢查 然後檢查身體的 不知道 肝 癌 癌 癌 其他部分 然後後來報告出來之後 我再拿回去給皮膚科看 他說 看一看說 那這樣 那你可以 我說我可以什麼 他說我就可以開藥給你 因為他那時候好像說 這個方 這個 因為我想要根支 可是他說這個根支很難 可是他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外抹 可是抹會很麻煩 因為抹完之後 你這個 不能穿褲子 就是你穿褲子之後會油 會黏到褲子 對會黏到褲子 然後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其實那個床單都會黏到 就很麻煩 然後再一個方法就是 要吃藥 可是那個藥它會下得非常的重 會影響到你身體裡面 其他的器官 所以它變成 需要去看你其他器官的一個指數 要正常 看能不能代謝 對 才能夠去吃那個藥 結果後來一切都正常 所以他開了比較重的藥給我 而且那個藥吃下去真的 你就會覺得 口乾舌頭要幹嘛 一直很不舒服 我大概連續吃了兩個月 後來才根支 曾經有小朋友來看診的時候 然後因為夏天的時候 你就會穿比較薄 然後我就看診 因為他感冒 然後就看一看 突然發現說 整個脖子整個都是黑的 後面的地方都黑黑的 然後我就馬上想到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請他 把腋下也先給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因為他看起來就胖胖 我就說這個要抽血驗一下 因為我們如果說是糖尿病的前期 就是還沒糖尿病 已經開始高血糖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 所謂黑色脊皮症 那那種就會在腋下 或者是脖子後端這種地方 看起來黑黑 可是家長都會以為 因為小朋友 會以為是洗澡沒有洗乾淨 可是你就叫他去洗 其實那是洗不乾淨的 結果後來真的去驗 空腹血糖大概是110幾左右 就已經比正常的血糖 空腹100以下要來得高 但還沒有到糖尿病的程度 不過那時候就是第二次回來之後 我們就跟他講說 真的有問題 你要趕快控制血糖 如果你還繼續給他喝可樂 大概過個兩三年 可能就變糖尿病的狀況 那小朋友本身在看感冒的 結果後來被我順手看到 皮膚黑就變成 對 看感冒為什麼拉腋下 這是醫師多一層的關心 那媽媽就覺得 一開始覺得很奇怪 哪有醫師在看腋下 因為從來不會有醫師看感冒 順便看腋下 像我要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說一個 大概就是五六十歲的阿姨 他就是覺得自己 稍微有點頭暈 那其實家屬有注意到說 他其實就是慢慢慢慢走路就會偏別 他自己就說我走路很好 結果他為什麼被抓來看醫生呢 就是他 跟人家插撞 他就說他開直直 然後說人家撞他 其實他是開偏的去撞到別人 那其實他做 因為病人通常進來就坐下來 那我就看他走路 其實走進來的時候 他就是 就是說步胎會比較寬 一般我們走路是比較窄一點 他就是為了要保持平衡 他就寬寬的走這樣子 那我也沒有多說 然後我就說 那可不可以麻煩你手指摸 摸你自己的鼻子 再摸我的手指頭 然後他就說 那眼神啊 我是頭暈啊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就 我就說 這個我們就在檢查說 你這個小腦 有沒有不平衡 所以果然 就來回測試以後 就發現說 他指 我就說你有沒有近視 沒有近視 有沒有視力 他說我視力很好 可是他要指我的手指的時候 他就這樣 就是指不太到 所以這就是 表示他這個平衡控制有問題 那接下來就會測試說 我說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模特走台步 那他就說看過啊 可是我沒有這樣走過 我說那你試著走一條線 我們通常 走直線就好 那個神經內外科的門診 就會有地上會標一條直線 然後他就腳跟腳尖這樣走 就像你們身手台步 那其實這個需要平衡感要很好 那他只要平衡感稍微差一點的時候 他就開始 就是走到破位門 就一直偏到一邊去 那第三個就是說測試那個 因為平衡其實要靠視覺 跟我們小腦去一同去協調 所以其實有像這種病人 他有時候他靠視覺 他就可以還可以控制 就是說眼睛睜開是OK 所以我們就叫他站著 然後這時候你一定要去 我就會就是圍著他 因為就是說防止他不小心跌倒 所以他眼睛一閉起來的時候 他就他就會跌倒 所以這時候我就抱住他 所以這經過這樣的測試 我們其實就知道說 他這個病罩其實就在小腦 做核磁控制 就果然小腦長一個腫瘤 所以這其實醫生的檢查是很重要 就是說有經驗的醫師 靠這些神經學檢查 就是八九不離十 那那個影像上當然就是說 要更正式我們的想法 那再分享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些病人他是 語言區長腫瘤 那語言區長腫瘤 可是他有時候那個語言的缺損 非常的輕微 其實大家我們有時候講話 也會一時就想不起來 這是什麼東西 會忘記 但是就是 就是經過提醒 或是自己就會想起來 那他就有一個40歲的這個Sales 他是賣飼料的 那其實這個工作應該不是很困難 他的飼料也沒有幾種 所以可是他就後來 就是同事就反映說他的 講話就越來越有問題 他就賣 後來那個他的家人也受不了 期間他就覺得說 這沒什麼 我就是比較累或什麼 那帶來門診 其實我們就很簡單 稍微對話 問他名字 誰誰誰某某 你今天來哪裡 這個他都沒有問題 那可是接下來就是拿一支筆給他 筆大概就原資筆 我說這個是什麼 他說這個就是長長的 用來寫字的 他說那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你知道啊 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平常用來寫字的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那是不是原資筆 他說對 那就是原資筆 好那我再問你一次 這個是什麼 他說那個就是 他就講不出來 這是命運障礙 就是說他就很明顯 當然這是比較特殊的案例 但是他就某一個部分的這個語言功能 他就是受到損傷 所以他可以去重複 譬如說你說原資筆 原資筆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長長的寫字的 他就是講不出來 所以他到哪裡去都知道 他就不會講那個地名 對所以他就是 這個他語言也是有分很多 語意啊 理解啊 然後講 敘述他這叫做 物體的命運上來 所以這個 這個就很特別 而且那接下來就考他更多的東西 然後開始就是更小 登上去 他就開始不爽 他說 我就沒問題啊 你幹嘛一直跑 我今天就比較累啊 反正他就找各種理由 他就是不願意去做完成那個測驗 那後來 他說那沒辦法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其實真的有問題 所以後來就去做影像檢查 果然也發現腫瘤 所以這個切掉就改善 這些檢查 的確是需要說 就是醫生好好的評估 但是就是說 病人有時候他不願意配合 或是他其實自己知道有問題 那我們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大姐 他就是因為 有腦傷的問題 他從樓梯上面摔下來 對 那身體都恢復不錯 像認知的評估 我們像腦傷 中風 還有像精神疾患 或是甚至失智的老人 都會來做這個評估 那他呢就是 其實身體也恢復得不錯 生活都可以自理 就想說 我們家好像想要貼補家用一下 想要回去做原本的工作 像看護或是做一些清潔 然後來評估 然後 雇主就覺得他哪裡怪怪的 所以請我們一定要仔細的評估 他到底適不適合工作 然後他一進來 我們就說 那這個姊姊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測驗喔 這是一個皮板 然後這是皮針 他一看到這個 就把他搶過來 說我已經五十幾歲 縫這個東西我還不會嗎 我縫給你看 然後就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再縫 但是其實我們用這個 在測的時候 它是可以 有三種縫法 要示範 然後看 他可不可以看示範 或是用口頭 就把它做出來 我們大概會分成六個等級 那給大家一點概念 就是在 Level三這個等級的話呢 就是可能平常我們會看到 在路上 游走 然後可能會跟空氣對話 但是他吃飯啊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他們絕對無法工作 從Level四之後 四五六 才有可能到一些簡單的職場 然後呢 他就開始自顧自的縫啊 我們其實因為做這個測驗 不能講太多指導語 就說 大姐先等一下 我們不是要這樣縫耶 他說說 就這樣子啊 難道還不會嗎 還有別種縫法 結果他就自己在那邊縫 我們無論如何解釋 他都沒有辦法理解 這個東西要怎麼操作 所以他最後呢 是被我們判定不能去 工作 回到他原本那個工作 結果他很生氣 他說 我來做職業評估 你叫我縫這個東西 最後出來的結果 還說我不能工作 你到底專不專業啊 那才叫職業評估啊 不然 所以他被不別的職業啊 會一定就要縫 不是 因為他沒有辦法經過示範啊 或者是一些口語的指令 在職場上面 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對啊 對 所以即便他身體功能已經好 你做的東西都是假製品 對啊 傷害 對 但有的時候我是覺得 我自己有遇到一個狀況 我也覺得 醫生很莫名其妙 因為我的狀況是因為我之前想說 也很想演演戲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講話的聲音一直有問題 就是聽起來很模糊自清 有一點大舌頭或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想說這要怎麼改善 然後這時候呢就有比較熟的那個製作人講說 欸 瑤瑤你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你那個蛇繫帶 就下面這個 上面是 他說有可能是因為你黏得太緊了 就是跟你的舌頭黏太緊 所以你可能沒辦法就是太 捲蛇 捲蛇或怎麼樣的 捲蛇 說那你看你要不要去給醫生看一下 就是看要不要做手術可能把它剪掉 因為有些人會這麼做 也會剪掉 對 把蛇繫帶給剪開嘛 所以修一下 對 然後我說好吧那這似乎得去看一下這樣 好了那我就去了醫院啦 去醫院之後呢那醫生他看了一下就 檢查一下我的舌頭說 欸 你的蛇繫帶其實很正常 沒有過於黏合 我講說那可是為什麼我覺得我講話很不清楚 那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也不是說蛇繫帶 然後我啵啵啵啵也都有學過 這都沒什麼問題 醫生就跟我講他說 那還是你要不要做一個測驗 我說什麼測驗 他說 聽力測驗 一進去真的很妙 他就叫我到了一個那個 一個一個那個小房間裡面 他說待會你只要聽到聲音你就按一下 因為他給我一個東西按嘛 所以你聽到聲音就按一下 你要戴耳機吧 對 他就給我一個東西 但你在做這個實驗之前 我已經先跟醫生講 我說醫生我聽力非常好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家之前是住在那個平礁道附近 我真的常常喔 我就經過平礁道 我就跟我爸講說 待會火車要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聽到上一個平礁道 沒有我是聽到上一個平礁道的 因為你聽到風聲 是上一個平礁道的 我在這個平礁道我已經聽到了 我爸說你騙人 結果我一經過 這邊的平礁道就開始 所以我聽力真的很好 OK好 反正重點我已經先跟醫生講了 醫生還是叫我做 他很堅持 我就做了 好啦那就按按按按按 後面測驗完之後 醫生都跟我說 嗯 你的聽力也很正常喔 很好啊 那所以呢 但最後也是 聽力很正常我就心想 嗯那太棒了 就是聽力也很正常嗎 那我就想說那就是他不要去付錢了嘛 嗯 就下去要批價什麼 那個聽力測驗沒有健保 我付了一千多塊 聽力測驗一定要沒有健保 不是但是 我就覺得這醫生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已經跟他講我聽力很好 他叫我做 然後我要自己付一千多塊 他自己檢查他會有大舌頭叫他做聽力檢查 這個會有點奇怪啊 但因為那時候你就是抱著一個 服務的心態嘛對不對 想說那要是醫生說的是真的 那就真的可能做 可能我聽力真的有問題 因為這個很多小孩講話 學講話的時候 常常大舌頭什麼的 然後醫生都 我們都大家想說要撿舌頭要幹嘛 但後來其實是他被一大塊兒屎堵住了 真的假的 聽不清楚喔 對 聽不清楚當然講話 所以你把他的兒屎清出來之後 他講話突然就正常了 也許吧 就是要聽得很完整 說學習變一半而已 對 因為他聽了都覺得好遠 每個人講話都好遠 那你那個兒屎一夾出來 他講話就正常了 但我現在 聽力很好 依然講話不清楚啊 其實這構音的問題 可以去看耳鼻喉科或復健科 找語言治療師 我來分享一下其實 我最近有一次被誤會啦 就是說腸胃科 但是好像被搶了彥勳的工作 在幫他做復健 然後就 那個先生就很急的有罵我 那個這個是 前陣子碰到50歲的一個女性病患 她半夜肚子痛不舒服 那這個譬如我老病人 看遺症上你有老病人 然後半夜痛不舒服 她下午 隔天下午來我們診的時候 已經整個肚子痛之外 她已經整個人窩在一起 不能講話 不能站起來 然後先生很捨不得陪她進來 那我看這就不對 一般來講我們肚子痛的病人 如果時間不夠的話 醫生通常都是叫做著 就按一下肚子對不對 通常都這樣子 但是這個病人 只要是你凹起來會很痛的病人 我們已經會叫她躺在床上按 躺在床上按 然後兩隻腳曲起來 按肚子 好好的按肚子 這個病人發現三個事情 因為她痛 然後我就問她說 第一個 哪裡最痛 她說她右邊 整個肚子痛 而且慢慢痛到右下腹會很痛 那有點常識的人就知道說 這可能是盲腸炎 除了她盲腸開過掉 對 那盲腸炎 我們肚子 我們就要幫她做所謂的理學檢查 那我就幫她說 好你右邊痛 那我們就先壓你的左邊 我就壓左邊 那我壓下去的時候 她就很痛 她就很痛 她說痛是 她說 醫生會痛右邊 那個要壓左邊 我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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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聽錯 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釋 好這個時候 第二步我就說 因為現在可能是盲腸炎 已經有點腹膜發炎 第二步我把她的右腳 因為盲腸在右邊 我把她右腳曲起來 膝蓋曲起來 好像在做那種太子按摩一樣 曲起來 膝蓋往內 往內 然後那個外面的腳 往外面這樣喬一下 好像喬骨這樣 所以彥均應該很熟 一喬的時候 然後看到會不會痛 她不會痛 然後她就開始 開始就不耐煩 因為她很不舒服 她都準備給你 她衝來衝去 她說醫生我這個是真的 腳痛沒有關係 腳痛沒有關係 以後再治療就好 我們現在這樣治療 肚子痛 我就說 等一下 我等一下再給你解釋 那不痛 我就請你再側躺 左側躺 左側躺翻過去 然後把她一樣 自己拉右腳 把右腳整個舉起來 往後拉 她就開始 這邊很痛 背很痛 這個時候她旁邊的鞋子就不爽 她就說 醫生我們真的是看肚子 你給我看腳幹嘛 我們很痛很不舒服 你要不要先處理肚子的問題 我們復健的問題 以後再找復健科醫師 我就說 這個真的可能是盲腸眼 我就要坐下來 我說我們做剛剛那個 這個治療檢查 都是為了要看看盲腸 盲腸有的時候 是在這個骨盆架下面 骨盆架如果是垂下來的 在這個地方 這個區域的話 你做那個太子按摩的膝蓋往內的時候 它會痛 那如果這個盲腸 是翹在後面 腰大肌這邊的時候 你做拉的時候會痛 所以她的盲腸真的發炎 而且是翹在比較後面 看她的位置 對 後來我說好吧 因為這個是盲腸眼要開刀的 我就說 好我這個門診送你 不收錢 看她的心情不太好 不收錢 你趕快去急診 然後我就寫個單子說 這個可能是急性盲腸眼 後去急診抽血 跟做電腦斷層 真的中了 那就急性盲腸眼 那天晚上她先生打電話給我說 欸 醫生真的是 真的是盲腸眼 後來就去開刀了 欣賞你 後來過三四天 他就出院 就打電話給我說 好很多人 那你們叫他來補健保單 沒有 你都看好來補個 看過時代你有看很久 所以這老病人 送他一次沒關係 因為老病人 不過這種病人 他當然給你刷 要不是我止氣 你一定要幫我補刷一下 檢查新科技 這樣也能抓出病啊 那個我們現在像糖尿病病人 平常都是要用那個量血糖的方式 都是要用針扎 戳一下然後去量血糖 那你要打胰島素的時候 也是要用打一針的方式 可是現在其實有一個新的科技 就是叫 它就是說拿一根細針 戳到譬如說像肚子 或是手背的地方 那也是要打針嗎 對 但是那一針其實就是 然後就可以連續放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時間 然後它去量那個叫 組織煎液的葡萄糖 就可以換算說你的血糖值是多少 你的意思說 它可以埋在裡面兩個禮拜 然後最後要挖出來嗎 就是再拔起來就好 就像我們照片 這個是目前台灣有的 它是埋一個禮拜時間 要埋哪裡啊 就埋在肚子的位置 肚皮這樣 用一根 可是我們脂肪那麼厚 埋得進去嗎 對 它其實埋很淺 它的針很淺 不到一公分 對 我聽說我們脂肪那麼厚 它偵測得了嗎 它是在那個不影響 不影響這樣子 血液是偵測器 對 組織監疫的 組織監疫 對 這個以前的版本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有的是 一個禮拜要拔下來 然後我們再去 從裡面讀素質 然後再去幫病人調血糖 去看你這一個禮拜的血糖 穩不穩定 對 然後我們醫生 再去跟你的作息等等做比對 然後再去幫你調 胰島素 口服藥等等 那現在那個 美國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它有通過一個是 可以直接用 你就是可以上網買 買回來自己裝上去 然後又裝在這個手臂上面 那裝在手臂上面之後 你可以用手機啊 或者是它自己附的感應器 就掃一掃 一掃馬上就可以看到 現在藥法沒有嗎 台灣現在還不行 台灣現在還沒有進 我還有遇到一個更特別 它是在法國過來的 因為它剛好法國過來遊學 然後剛好有事情 缺了胰島素過來我們就邊開 然後我就發現說 它是手臂裝一個 這個連續血糖監控 然後肚子裝一個胰島素幫浦 那胰島素幫浦 就是它機器幫它直接推胰島素進去 你就不用自己去打針 所以它每天就是 用那個機器掃一下手 喔 血糖多少好 我壓一下機器 這麼方便 對 就這麼方便 但是這一整套很貴 那個整套機器組合加起來 大概二三十萬左右 一個月大概它再多花一兩萬塊 那如果沒有保險給付的話 是真的還滿貴的 可是對病人來講很方便 甚至還有一個更新的機器 它是把剛剛講的 量的跟打胰島素把它連在一起 然後電腦自動幫你算 算完之後你就是連什麼都不用管 你就是放著它 就自己幫你打胰島素 幫你量血糖 是 這樣做不了安檢 等一下 這個最早 最早在臨床實驗的時候 我以前在哈佛大學的時候 我一個同事 他就是把這個最早 在美國要通過 他把這個晶片 自己就植入在身上 然後一定要經過醫生自己的測試 他collect data 以後這個才通過 所以現在在美國已經有 植入晶片型的 現在又有植入晶片 可是也不要有事無恐吧 你應該徹底把身體顧好 真的 為了那個方便來得益 得益 糖尿病 他是幫你方便 因為有些人就是譬如說 他不知道自己吃這一餐 到底影響多大 對 有時候你不講 可是你這聽起來已經是有糖尿病 對 它有糖尿病其實比較適合 因為有些人他會故意 我今天要吃大餐 我就不量血糖 反正一定高 不是 我跟你說 因為有這麼方便記憶 不要試做糖尿病是不會恐懼 對啦 還是很可怕的 對 還是很可怕 它只是方便記得的啦 現在就是遠端連線啊 還有預防醫學就越來越進步 其實蠻多醫院還有科別 都漸漸在很多的使用 比如說 除了中醫以外 還有疼痛科 還有像是我們復健科 也都會使用的這個 自律神經經絡檢測儀 經絡檢測儀 對 它就是蠻神奇的 看起來很好攜帶 但是其實蠻多醫院已經都開始用了 那它的原理呢 就是我們都會戴在手上 虎口那裡 虎口 然後它 我們的手腳啊 加起來共有24個穴位 可以去量測它的皮膚電阻 然後去量測之後呢 它可以對應到我們 譬如說 就是有中醫跟西醫合必的 就是用皇帝內精 還有跟身體會對應到的這些疾病 混合起來 然後去分析 這其實都因為有大數據的關係 所以它會傳到雲端 然後再 回傳到我們的這個 裝置裡面 會看到說 所以你現在的氣血如何啊 那你需要注意什麼啊 你的腎筋皮筋啊 膀胱筋啊 哪邊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需要注意什麼 代表是中醫西治嘛 對不對 對 就很多 所以像 復健科的話 有時候會看 中醫有提到的 會跟我們的筋膜沾黏的地方 是蠻像的 所以去對應到它那個筋啊 的系統哪邊是有問題 所以常常會這樣來檢測 就是 這是都醫院會使用的 那我們呢 曾經 你講這是中醫院吧對不對 其實 復健科也有在用 對 還有一些疼痛的科啊 還有這些 會 預防醫學 對 預防醫學 那現在它可能漸漸會越來越普及 那曾經我們有一個案例 就是它來做復健的時候 然後就是想說來幫它測一下 因為它覺得身體總是很緊啊 然後很不舒服 復健很久都沒有用 那我們就幫它測試一下 結果因為它有糖尿病的關係 然後看到它的腎筋 膀胱筋跟脾筋方面的能量 非常的弱 然後差到兩個標準差以外 就是對應到有可能是 生殖系統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請它去檢查 結果發現它真的有這個 對 就是從這邊就可以檢查到 所以現在科技啊 越來越發達 日新月異 這應該是漸漸會越來越普及 我們那個中醫西治 我們中醫有針灸對不對 嗯 我們西醫有所謂的針灸的治療 你要治療衛食道內流 用針灸的方式 你有沒有想想過 衛食道內流 真好把那個食道的噴門 那個肌肉炸進去之後 加電燒 它那個肌肉方面就會肥大 腫大 然後把噴門給變成 過去衛食道內流 治療效果不好 吃藥效果不好大概三層 那很多要國外照去開刀 看我們現在用這樣子的治療方式 像胃鏡的方式進去 都沒有傷口 那就不用開刀啦 對 成功率的話也可以高達說 高達五層藥完全斷藥 不兇吃藥 那另外五層 至少一半以上是可以減藥 我們要引進這個技術也不容易 因為 10月份我們剛做完前示例 那個老病人 30出頭的一個男生的病患 那他以前在16歲的時候 在台大就診斷說 有這個科隆試症 他的胃連膜已經爛爛爛的 發炎很厲害 那因為慢性發炎 容易造成胃酸容易下不去 食物下不去容易 胃少在裡流 他這樣長期累積下來 他已經造成他的噴門 在到我這邊來的時候 他噴門已經鬆了 兩公分的大小 而且他的食道 已經沒什麼蠕動力了 沒力了 所以我就想說 有這個技術要不要來做 他說他很痛苦 因為他說他沒辦法停藥 沒辦法工作 他又不想要一輩子吃藥 所以我就來做 後來他做完之後 其實到現在已經快兩個月了 他非常好 至少噴門就變緊了 然後就舒服了 現在我們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把我的好朋友帶過來 一般是安妮他叫威廉 這個噴門治療就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我們要把這個肌肉變緊 不然噴門收你 有時候睡覺一平躺 東西就往上衝 然後我們會未進定位 定位完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 這個所謂噴門緊縮素 為噴門緊縮素的導管放進去 進去之後 在那個噴門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打空氣 我們把這邊 氣球打上去之後 它就會卡住了 卡住之後我們把這個針 扎進去 你看這個針 扎進去它就會插到這個肌肉裡面 然後加熱 這樣子連續這樣扎來扎去 總共要一次治療要40分鐘 要80幾根 要最大80幾根 一次治療完 下次再來還是就這一次 不用一次 就這一天可以完成 就完成就結束就回家了 然後它就腫起來了 腫起來之後 剛開始喔 一兩個禮拜之後 一氣都好了 就沒有不舒服了 那過之後半年之後 慢慢這個肌肉已經變厚 它變厚之後 它的衛生體噴門就改善了 我們神經外科 就沒有那麼大隻的乙天鹼 我們就只有這種細細的導管 教育線 不要看這個細細的導管 這一根也要15萬 15萬 15萬 那以前 現在要跟大家稍微微教一下 就是中風分兩種 一種就是初血 一種梗塞 梗塞就是血管 血管被血塊塞住 那在以前 就是現在標準的治療 就是說到急診三個小時內 如果它很快中風完 黃金時期 對三個小時內 你可以打靜脈通血路的藥 那這樣如果打通的話 這個有機會恢復 問題是 很多病人怎麼可能 在三小時內送到急診 因為有些病人 他常常在睡夢中 發生一個中風 那就是家人是 等到醒來那個時候 就是早上起來那個時候 一去叫他發現症狀 那個有時候都超過 或是說他去住的比較遠 所以很多病人來超過三小時 現在就愛莫能住 可能就是 只能用一些支持性的療法 因為在超過三小時以後 打這個通血路的藥 可能會再 反而會得不償失 可是現在自從2005年 就發展出很多這個血管內的 一個新式的 可以就是機械取血栓 把血栓拉出來 這治療就是很多實驗 已經證實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目前來講就是在 就是一些病人 他六到八小時內到急診的時候 他如果他的腦確定 照那個電腦斷層 還沒有整個壞死 只是有缺血的話 這時候表示還有得救 曾經有得救 那管快就是要開刀 像有一個就是說 四十幾歲的那個就是男性 那他就是早上起來被家人發現說 一邊手腳沒力 講話口齒不提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可能是中風管要送過來 可是大家就是估計一下 可能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好像還好 那這個時候時間很難很難預估 他說他到底是不是超過 所以最後認為說應該已經超過三小時 所以內科說 這個可能大 通血栓要不OK 要開刀 大家屬嚇死說 那我們外科去 那家屬說 我們是不是要剃頭 要不要開爐這樣子 我不用 現在就是從 這個就是大腿這邊 切一個小洞 把這個伸進去 這個導管伸進去 然後看看能不能把那個血栓拉出來 那如果拉得出來的話 這樣你的這個就有救 這血流就重新那個暢動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這麼貴 是因為他的材質很厲害 所以在這邊可能 因為實在太細的 就盡量 就是說看看能不能 所以他之後前端的時候會生出來 生出來以後 他其實有一個網狀的結構 這個網狀結構還是記憶清楚 摸一摸還變胖 對他就是說 這個先把它塞進去 這道血栓裡面 在你血管裡跑 對他這個要從 就是血管裡面跑 一路到那個 就是塞住的血管裡面 那這一段 他要塞到那個血栓裡面 會把它刷出來 塞到血栓裡面 卡住以後慢慢把它拉出來 是 所以這個設計 不要看這個很 好像很簡單 可是因為他要做這麼精細 這麼 所以這個非常 這哪一國來的 這個還是美國的東西 請問一下這個多久了 這個大概 其實他已經研發好幾個 台灣 台灣現在就都有 剛開始的 對 因為這種就是救命的東西 這個實在太重要 那當然就是說 不是每個中風的都可以做 因為有些人 一來就說 我趕快來做這個 那要經過醫師詳細的評估 然後確定說 他這個還 有些地方是還沒有完全檢查 我想請教醫師 因為我們是預防醫學 那如果是稍微等候 有能力負擔的話 他可以不去先檢查 後來發現哪裡的血濃度高 進去抓呢 其實應該是不行 因為他這個就是說 確定是有 你那個是等於發生了才是抓 對 這是 說實在這是一個 但是這個治療就是改變了一個 中風的一個標準 以前就是說 中風可能就是打藥 或梗塞就是 最多就是打藥 那現在就認為說 這個在至少那個黃金時間 可以延長 就是在六到八小時之內 有些病人還是可以做這樣 對 他做完的話 那個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找到血酸拉出來 就像那個病人 他做完大概兩三個小時 他的那個運動功能就慢慢回應 對 那這個有點可惜 我就問的意思說 現在醫學都這麼發達 應該有機器會照到你哪裡的 會塞很濃嘛 可能你這個可能這兩個 就會塞到 你就提早進去 反正自費去把它弄出來 對 他們說不行 要等真的倒下去 這個是機轉不開 因為如果是 那個血酸是通常就是 不定時的炸彈 跑出來 他是通常 像那個病人剛好 他是有心律不整 雖然已經 像心律不整 他就很容易因為那個血流不順 會產生這個血酸 所以他是 無預警的 不時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通常這些病人 都會吃一些通血 就是抗寧劑 就是讓他比較不會形成血酸 那瓜哥剛剛講的就是說 有些病人他是年紀太大 那他的血管開始狹窄 所以這個要預防 第一個就是 大家就要 不要刪高 就是說不要讓他形成 那個血管硬化 那些斑塊 那真的如果是太狹窄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可以考慮放支架吧 就像心臟一樣 那是狹窄 對 我聽說董醫師 他一定有心臟不舒服 才去放支架 不會因為看到你狹窄 就去放支架 一定是有不舒服 才開始要放 我們乳房外科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一般 可能大家都知道 乳房外科 最一般做乳房的篩檢 常常去做 那攝影就會看到很多概化點 所以我們這些 40多歲的女生就很害怕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比較新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 你除了這個概化點以外 那現在有比較新的方法 這一兩年 在美國非常流行 也已經有 台灣已經有了 那螢幕上看到這個 很像一般的乳房攝影 但是他現在這個 這個東西打了同位素之後 那個同位素本身 會放出一種微量的放射線 那乳癌的部分 它就會去uptake 就會去吸收那種所謂的分子 就會顯現出來 就會顯現出來 對 就顯現出來 所以當一個40多歲的女生 來我門診 她說醫生怎麼辦呢 這個乳房攝影都說 我到處都蓋化點 我這個兩個奶不就紮成刺蝟 那怎麼就穿刺 所以我說你要不要試試看 現在最新的這種分子影像 打了同位素 當然不是從奶奶打 同位素是從血管打 那打了之後 五分鐘你去照相 那因為它的照相的位置 跟乳房攝影非常接近 所以你看哪個鈣化點 如果那個鈣化點 完全都沒有 都綠色的 那表示說這個鈣化點 並沒有壞的分子 不會有長腫瘤 但是如果要早期很小的話 那這個分子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真的有像瓜哥講的 是不是已經有早期的病變的東西 甚至於說這個乳癌 已經到底多大 是不是真的整個鈣化點 對乳房要切除 我們可以做一個 保乳手術或全切的一個評估 所以科技真的越來越發達 有這些乳房攝影概化的 女生朋友們 不如給嘗試問問看 有沒有這種 所謂打同位素的乳房分子影像 可以做參考 有時候我們現在也很流行說 做完攝影做MRI核子工程 可是核子工程太敏感了 常常有些良性惡性之間 那通通水 假陽性 假陽性太多了 假陰太多之後呢 不得不這一兩年 人家又想出來了 更進步的 真正的鈣化點如果不舒服的話 是不是一定做MRI 這個價位都比MRI 比較合理一點 這個會比死角會更少 對不對 對 基本上死角最主要就是 因為鈣化點實在很麻煩 因為鈣化點有時候 都在核子工程上又看不到 所以臨床上 醫生很難兩個做比對 可是剛剛你的機器要夾嗎 感覺也要 它樣子跟上下夾起來 它不用很力氣 因為我們這個乳房 靠進去之後 輕輕的碰它 不像真正的乳房攝影 它X光的但它夾很緊 它底片膠片才能夠顯影 你這個很重要 因為女生很不太願意做 因為夾得很痛 對啊 等現在不會痛的話 大家可以選擇做這個 而且可以起早發現 對 不夾那麼緊 可要自肺就是了 這個健保也有幾副 對 癌症健美診斷 對 你是想要怎麼啦 先把我都想去試 其實台灣醫療真的很幸福 真的很棒 對 由國外回來 就講說你們台灣做的 真的是醫療健保 政府啊 由政府給這個錢給了很多 所以醫師當然臉也很臭 但是就是 這是全民的利益 現在醫療科技越來越發達 檢查也越來越先進 說不定未來治療機率 可能都不用哀悼了 祝大家身體健康 活得更長受 謝謝 腿力不足 膝蓋疼痛 已經不再是年長者 才會出現的症狀了 如果你是久坐久站的族群 下半身長期處於不平衡的狀態 一定要透過鍛鍊下半身的肌力 來恢復健康喔 其中一個運動就是 單腳站抬腿 在做這個動作的同時 要注意上半身直立 肩膀放鬆 不要左右搖晃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鍛鍊到大腿的肌肉 還有腹部的核心肌群 記得不要一開始就做到最高的地方 而是慢慢的根據自己的能力來做 記得安全第一喔 我們都知道 運動可以促進心肺功能 增進大腦代謝 讓人不易中風失智 而最簡單的運動就是走路 走路要有效呢 就是要讓自己心跳 到達最大的心率六成以上 而這個增加心跳的結果 會讓我們的血液循環 讓血液充分的到達腦子 讓大腦有充分的氧氣跟養分 而且把胃部都排除 把發炎的因子也排除 所以要記得多走路找失智喔